好了我们再看一下指甲的色质 就是颜色了 首先我们指甲的光质 那么这个指甲一般呢 这颜色我们先看颜色就是 比较粉红色比较好一点 比较粉红色比较好 那么这种健康呢 这种人的健康呢 就应该是比较好的 这种指甲就反映这个人的健康比较好 那如果一个人的指甲没有光亮 没有光泽 你看很多美人都搞点亮 你不要搞你 他自然有一种亮的 如果他失去光泽的时候 他就反映了一个人 患上了一种消耗性 慢性的一种疾病 比如老师慢性肠胃炎啊 肺结核啊 等等一些慢性消耗性呢 那么他就很容易怎么样啊 这个没有光泽 那么除了没有光泽 你还要看如果他有横纹啊 直纹啊 那就更加更能说明问题了 整个消化系统啊 心血管系统啊 神经所有等等都出来了 消耗性的 这光泽第一个 那么再看看呢 指甲的颜色 指甲的颜色 一般比较粉红色呢 是比较健康 如果这个一看上去的指甲呢 就比较偏白的 那么我们怎么看呢 就最好了平放在桌面上 也不要用力 就平放 他就看很多问题 你这样看 拿着拳头这样这样 都不一定看得清楚 你最好平放 一般是平放在桌面上 他就很自然了 不要用力平放 就看到了 如果他是比较偏白的 属于这个颜比较虚寒了 这个血气比较寒了 如果偏红的呢 就属于比较偏热了 是不是啊 如果偏黄的话 就湿气重了 整个指甲都偏黄湿气重 是肠胃不好 时间长的指甲都偏黄的 如果青紫色呢 就是紫色的话呢 那淤色的呢 就是青淤色的 那么就是淤血的问题了 如果是黑色的 就是毒素了 或者重病了 刚才讲的 手指头都黑 指甲都黑了 那就是重病了 那就是一场大病了 或者毒素太过了